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场恐慌情绪暴涨 欧洲主要股指均出现下跌 日经指数恒生指数下跌 沪生300指数上涨 在货币方面 人民币继续贬值 截止收盘美元对人民币报6.56点创五年新高 再按离岸汇差 扩大至1600点 加剧了市场的不安情绪 VIX市场恐慌指数重回20点上方 美元指数涨至99.40点 我们再来看大中商品方面 油价连跌不止 布伦特原油期货跌4.94% 报34.62美元 为11年以来新低 尽管1月第一周美国原油储量下降510万桶 但成品油供应量大幅上升 导致WTI原油期货跌破34美元 由于市场避险情绪上升 金价回暖 涨1.16% 报1090.90美元 除了原油储量数据公布之外 早间还有了多项经济数据 EDP就业报告显示 12月私营企业新增25.7万个岗位 再次显示了就业市场的强劲 11月美国进出口贸易赤字 报424亿美元 好于预期的444亿美元 照10月有所收载 综合多方因素 午后三大股指持续横盘 虽然经济数据并无大碍 但全球经济形势动荡 市场恐慌情绪叠加 这使得美股市场沉压表现低迷 截至收盘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252.15点 报16906.51点 跌幅为1.47%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6.45点 报1990.26点 跌幅为1.31%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55.67点 报4835.76点 跌幅为1.14% 本交易日 纽交所成交了10.54亿股 纳斯达克交易所成交了21.33亿股 高于平均水平 纽交所成交最活跃的股票前三名分别是 美国银行 通用电器和福特汽车 纳斯达克交易所成交最活跃的股票前三名分别是 苹果 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和两倍看涨VIX指数的基金 下面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个股 首先 能源公司Samsung Oil & Gas 今日暴涨200% 主要原因是 该公司以1650万美元的价格 收购了位于威林顿盆地的资产 包括油气田的租约 油气井 以及在北达克达和门塔纳两州的附属设施 其中的41个油气井每天可以开采约720桶原油 根据分析公司报道 截止2015年10月1日 这些资产包括850万桶原油 净价值约8490万美元 受消息影响 公司股价飙升213%至1.22美元 下面来看一下来自雅虎的一则消息 对冲基金Starboard致信施压雅虎 要求雅虎对公司领导团队策略等做出改变 在这封信中 Starboard称雅虎最近关于出售核心互联网业务的决定 将继续削弱公司的价值 并称该决定是不可接受的 另外Starboard还批评了雅虎的CEO梅耶尔 指出在他接手雅虎之后的三年时间里 公司未能成功进行核心业务转型 财政表现糟糕 加速了管理团队成员的离职 最后Starboard表示 他们相信许多投资机构表达了 购买公司互联网业务的兴趣 但雅虎却并未重视此事 今日雅虎跌0.4% 报32美元一股 接下来是去年风光无限的餐饮股 墨西哥风味美式快餐Tipoli Tipoli下调了其第四财季的展望 美股收益从之前的2.45到2.85美元 调整到目前的1.7到1.9美元 铜店销售预期下降14.6% 同时餐馆的毛利率 也从22%到24%下降至20%到21% Tipoli的本次展望下调 主要是受到其销售额 因为大肠改军爆发的负面影响 目前Tipoli的董事会已经批准了 价值3亿美元的股票回购 在第四季度Tipoli回购了约60.9万股 平均回购价位为556美元每股 同时该公司还收到了 加州美国联邦地区法院的传票 要求Tipoli就爆发的大肠改军案件 提供文件 Tipoli近日大跌4.2% 报430.17美元 最后我们来看一则来自于中概股的消息 著名的中国旅游网易龙宣布任命周荣为首席运营官 周荣于2015年7月加入易龙 此前为公司首席战略官 2015年5月22日 携程网联手博涛腾讯收购Xpedia 所持有的易龙62.4%的股权 交易完成后 携程持有37.6%的股权成为其第一大股东 并委派易龙原高级副总裁 兼无线事业部负责人江浩出任新任CEO 同时另外一家在线旅游网去哪儿 在被携程合并之后 其CEO庄程超也离职出局 这些都是携程整合在线旅游的重要步骤 今日易龙涨幅0.47%至17.05美元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美股收盘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